嗨 大家好 我是王后 我现在人在板桥的新版西尔顿饭店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几周 也不用说为什么 大家看 看后面应该就知道 这是沟穴的活动 在前几周的时候呢 我收到沟穴的邀请函 标题是写着 邀您玩心大且驾驭先机 这个标题 像极了爱 它的内容写到了 跨越界线 吉祥惊喜 旅程更称快 联手顶尖一处出发 旗程更自在啊 这个内容感觉 他们又要不知道跟谁fit 就是跟一些不同领域啊 不同品牌一起合作 不知道这一次 他们跟人家合作会 动出什么新花样啊 好的 我们已经听完他们这次发表会的内容啊 主要有四项东西 第一个 新北市是既桃园台北市 还有台南之后 新的城市据点 在今天下午4点 就会正式启用 Gosher的移动工程在新北市 只不过 必须要先跟大家坦白讲一下 他们并不是所有新北市的区域都可以使用这个Gosher 我会把可以使用Gosher的行政群放到旁边啦 所以他们还是有些范围上面的限制 第二项呢 就是他们正式加入了GoGo3 新的车种加入到GoGo3里面了 也就是说 在GoGo2啊 GoGo Viva啊 等等的车款之后 又有个GoGo3 所以加进来之后 他有个置杯架 他一样有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然后他还是125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会让你有更多选择性啊 第三点呢 他们跟Visa合作了 所以是推出了相当多的方案 有一个方案我觉得很不错 他们会随机啊 骑乘这一趟只要付一元 我觉得这个 蛮不错的 但是就是要拼运气啊 这想到威力才啊 最后一项其实是让我觉得 蛮开心的 最开心的一点 虽然这个功能我可能用不到 也就是他们跟Apple Pay合作 这个到底爽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就是用NFC这项技术啊 所以当你的手机 一靠近 点亮之后靠近 再把它打开 其实就完成预约了 你一点到App里面 一按足解 他就可以直接足解 而且他这个功能 有个叫什么Capture 叫什么Capture啊 Delay Capture 喔 Delay Captur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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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问我 因为 我的信用卡没办法用Apple Pay 我不知道Apple Pay 一般在付Apple Pay的时候 你会买完东西付账就直接付掉了 但是它其实这项功能 Delay Capture 的功能 是你放上去 它只会获得授权 它并不会马上扣款 那你骑完之后 比如说你这张骑了23521块 骑完之后还车之后才会付款 这项功能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方便 除了功夫墨以外 我在这里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同化 我们会再宣布新的合作 More to come 谢谢大家 我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我们聊聊天 欢迎在下面留言喔 往后去哪里下次见喔 掰掰 这个功能是支援Apple Pay 很明显 所以我们Android的用户 可能就没有办法 支援iPhone的功能 同时呢 因为iPhone本身硬体的关系 它的MSC晶片的支援度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有说明说 它是iPhone XR以上的支援 才能够支援 iPhone X啊 那iPhone X就不行 对 目前iPhone X是没有支援的 iPhone X哭哭